真言 第二十八章 唯弃律法的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 胜过行事乖僻的富族人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 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转耳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为可增 诱惑正知人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 必承受福分 富族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一人得志有大荣耀 恶人兴喜 人就躲藏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长存敬畏的 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现在祸患里 暴虑的君王 挟制贫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逆时的熊 无知的君多行暴虑 以贪财为可恨的 必年长日久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阻他 行动正直的 必蒙拯救 形势弯曲的 历时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福的 足受穷罚 诚实人 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 乃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枉法 也为不好 人有恶言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罚 必临到他身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 谄媚人的 偷窃父母的 说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心中贪婉的 挑起争端 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心中自视的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周济贫穷的 不治缺乏 扬违不见的 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一人登多 效果 贪婉要 bağ学习